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 現在不管是資深的投資人 還是資險投資人 你在看盤的時候呢 你身邊可能有很多套的操盤軟體 到底對於這種操盤軟體呢 你要什麼樣的一個認知 我們要請這個 這個指標大師 阿哥幫我們做一個分析 不過我們先來講一件事情 這個全球現在呢 很多人在做這個電腦程式交易 那今天的消息說 這個電腦交易啊 目前呢 市場上看空的比較多 創下十年來最多看空的這個水準 大家看一下畫面上橘色的代表 他是看多 藍色代表看空 從2017年的第一季 每一季的排行 你可以發現 過去呢 不管是股票債券 匯率跟這個商品等等 大家從去年前年的第一季開始 好像呢 電腦交易 或說城市交易 看多的這個 商品比較多 可是呢 你可以發現到從 這個去年的第三季 到今年第四季裡面 看空的越來越多 怎麼會這樣 像去年第四季 唯一看多只剩下債券 其他包括股票 匯率商品呢 全部都看空 所以到底是人腦比較厲害呢 還是電腦比較厲害 這要請假阿哥 那當然 過去呢 這個全球第一支的AI操盤的ETF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過去績效其實還不錯 畫面上呢 藍色是他的績效 紅色是標普500績效 因為目前預估到2020年 全球用機器人理財的規模 會來到2.2兆美金 我已經不敢想像了 所以為什麼要請假阿哥呢 因為阿哥他自己的操盤軟體也很多 我們看一下 現在市場上 很多很多 你說有插櫃贏家啦 什麼骨海插雷系統 獨插監控系統 甚至呢 阿哥裡面他有什麼理插寶 還有你連盤中都有啊 盤中也有 盤中多空力道監控表 我們不是在做業配 但是真的 阿哥 他說他光指標有400多還4000多 40幾個 40幾個指標 研究過的有400多啦 對 還能用了40幾個 然後呢 所以你研發的蠻多 所以你對於這一個 看盤軟體 或是說這種自動下單應該很清楚 投資人應該要有一些什麼樣的基本認知啊 對 很多人 上次有人聽到說 阿哥你用40幾個指標 那一定虧錢 他講的沒錯哦 我們下次會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超過兩個指標以上 對 基本上就算虧錢 虧錢機率比較大 對 那我說指的是多空指標啦 那我們 那我用了40幾個指標 事實上都是一些統計數據 我們一般人以為我指標越多越好 比如說我有五個指標 我有KDRSI 我隨便亂講 對 MACD 對 每一個都符合買進訊號的時候 我在進場 我一定賺錢 是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嗎 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很難全部符合啦 那全部符合的時候 可能行情都快走完 行情走完了 但是 很多人覺得 這樣好難哦 對不對 阿哥你給我一套軟體 這樣子 他就跳出來 Strong Buy 對 跳出來 Strong Sale 紅燈買進 綠燈賣出 對 他們越簡單越好 對 但是你這樣的話 怎麼 你就變成海龜哦 怎麼說 哎呦 我們說城市交易者 其實上就是一種海龜的一種形態 為什麼 因為以前有一個很厲害的操盤手 他自己賺錢 嗯 他說 我自己賺錢賺到膩了 然後有個朋友就挑戰他 那你有沒有辦法訓練一批操盤手 也跟你一樣賺錢 他說我賭你做不到 他就開始撈了很多人哦 然後叫這些人乖乖照他的指令座 如果你不照他的指令座 他就把你踢走哦 對 之前你多好你知道嗎 他給你一百萬美金 是 那不是給你 他給你一百萬美金的戶頭 你就抄這個戶頭 抄賺錢還算你的哦 我出錢 我出 我還教你 教你技術 對 你只要照做就好了哦 結果咧 哎呦 發現 有些人就不照做哦 嗯 你拿的是我的錢 對 你拿的是我的那個方法 是 出錢算誰的 算我的啊 有沒有叫你賠哦 但是還是有些人不照做 你看這就那麼奇怪了 他願意照做的那些 哎呦 最後都賺錢哦 是 證明說他真的蠻厲害的啦 對 就是他用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突破系統 嗯 就像老王這樣子 一個高低區間 哎 突破就買進 對 跌破就賣出 還是一直做這樣重複的動作 哎 長期下來 那一批訓練完都賺錢 嗯 但是 很多人 阿哥講到一個關鍵字哦 你用任何指標 要看長期 對 長期來看 不能只看一天兩天 對 如果說明天當然是一個隨機嘛 我們說怎麼知道明天川普要講什麼話 川普講的話 程式交易猜不到啊 是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說 啊那我要用程式交易 所以他就說 我想要搬一隻海龜 如果你用程式交易 連虧一個月 連虧兩個月 然後你說我想關電腦 因為這個程式交易一直輸錢嘛 就發現 這電腦是採取不斷電系統 老王你贊成嗎 我贊成啊 這個我基本上我覺得 所以我沒有軟體 是 對 我認為這個人的價值哦 始終大於這個軟體 對 因為是 因為像阿哥講 有時候那個 我們可以設計 如果我是主力 我可以設計一套 讓大家看技術分析都會 那基本上軟體 那軟體要怎麼設計 軟體要設計 用技術分析來設計 最簡單的嘛 所以我基本上 人的判斷還是非常重要 對 程式交易 其實所有交易 重點只有一個 對 就是要承受虧損 承受虧損 對承受虧損 你要承受虧損 就是你虧損的時候 你還是要繼續照指令做 對 繼續當海龜 被捕的時候 繼續當海龜 是 對 然後呢 之後你就會游出去了嘛 他很多人虧錢的時候呢 應該不是他的程式 一定受不了 他想要關電腦 就發現他是 UPS 不斷電系統 那你有什麼 你會氣到拔電源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每一個人要找到 適合 只有適合自己的交易 沒有絕對賺錢的交易 找到適合自己的 你叫華人巴菲特 來跟我學 他會輸死 你懂我意思嗎 我去學巴菲特 你也賠死 我也賠死 我受不了不買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找到自己的什麼 那怎麼找 找到自己的時區啦 你能做短 做中 做長 很重要喔 像美國就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什麼現象 紐約 跟加州 你知道嗎 誰的股票先漲 加州的股票 會提早三個小時就大漲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時差 高達三個小時 所以這邊九點半才開盤 就是說你吃完早餐 可能還可以看個報紙 做個研究 他就開盤了 剛剛好 對不對 但是 加州是六點半就開盤了 要不要早起床 你要六點半眼睛一睜開 他已經開盤了 已經在漲了 所以就來不及了 不能吃早餐 所以你有加州的人操盤 是不能吃早餐的 來不及 除非你吃四點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時區就不一樣 所以你希望說 希望吃個早餐 然後悠悠在在看報紙 你要住紐約 如果你要一起床就有戰鬥力 那你就住加州 像台灣很多人選 所以他們是同時開盤 同時開盤啊 觀眾聽得懂嗎 他們是同時開盤 同時開盤 那時差不一樣 就像台灣的人也會去做美股 很奇怪喔 台股白天他不喜歡做 他白天要睡覺 然後晚上起來拼美股 是 你懂什麼 所以你的選擇到底是要拼 台股的短線 中線長線 還是要拼美股的短線 中線長線 因為現在台灣有很多負委託嘛 所以很多人 白天不拼美股 不拼台股 去拼美股 去拼原物料 所以你要選擇怎麼樣 適合自己的啦 所以去年就有一首詩 非常講得非常好 什麼詩 他說紐約的時間 比加州的時間 早三個小時 對 但是加州的時間有沒有變慢 沒有 他是同步的啦 對不對 那有些人22歲就畢業了 但過了5年才能找到工作 有的25歲就當上CEO了 所以你看每個人 紀律都不同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每一個事情都是準時的啦 就當上適合自己的 最重要啦 但是我們還是 每次禮拜五 阿哥的投資心法 時間又來了 對 所以我們說 當然我們還是要奉勸大家 你想要的東西 是什麼要很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 這個這件事情 阿哥哥應該去創一個什麼教 你知道嗎 說不定會更紅 我創教可能 大家就問說你是邪教 對不對 只要創教 投資教 信眾太多 通常都被查 你懂什麼 莫名其妙去信一個奇怪的教 然後都很危險 對 所以我們說 投資朋友最喜歡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他最喜歡下一次 再次要賺錢 像投資朋友 一直說阿哥要講半天啦 趕快給我四個數字就好了 我禮拜一就要賺錢 對 沒有賺錢 你看著辦 我就來酸你 你懂我意思嗎 是 他下一次就要賺錢 我說你不要下一次賺錢嘛 這個月賺兩%好不好 好少 一個月才賺兩% 一檔股票就10%了耶 那我說 一年賺20% 才兩次漲停耶 好像也不多 但是看起來我過去五年都沒有一年賺20% 對不對 那我說你10年我給你賺5倍 唉唷 聽起來是不錯多了 你資產過去10年到現在有沒有5倍 沒有喔 那我說 30年讓你賺100倍 我說 早可能 全台灣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賺100倍啦 所以下一次賺錢的 一堆人 對 一個月賺10%一倍的也一堆人 一年賺20%的也一堆人 但是30年賺100倍的有沒有 只有巴菲特 沒有人有喔 那你說難度哪個最高 難度哪個最高 這個最難啊 感覺上這個最難啊 因為沒人能達到嘛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最難啊 因為你只要一賺錢 當然就2%啦 有人賺錢賺0.5%的嗎 沒有嘛 只要股票一開高又就2%囉 你只要一次交易 就中一個月的績效囉 對 如果你一個月就賺2% 乘以12 不要負利 乘以12就24% 就中 每一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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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10次 就6倍多囉 每一年5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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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乘5乘5乘3次 就125倍喔 對 所以你只要這個做到 喔 它自然就會跑到這邊 全部都做到喔 是 事實上你只要這個做到一半 1.5分之1 都可以達到30年100倍啦 是 但是問題 你是挑這個最難的嘛 你永遠都要下一次都賺錢 所以我們說給大家一個觀念 當年我們最近蛋荒嘛 對不對 你拿了那顆蛋 你說有蛋荒好高興 把它把它蛋吃掉 就只有一顆蛋 就沒了 還不飽喔 對不對 如果你細心的看遠一點 把它養養養養 養大了 等它可以養的話 唉呦 變成雞喔 這個大概蛋把它吃掉 大概賺2% 就吃到一個蛋而已 但是如果你撐久撐著 唉呦 漲了10% 變成雞 你又受不了把它賣掉 把它窄了 就一盤雞肉 吃完也沒了 有吃飽了啦 那明天不知道在哪裡嘛 對 如果你再撐撐撐撐撐撐撐 把它養成一堆雞蛋 哇 就多囉 所以你不要蛋生雞嘛 你要蛋怎麼樣 撐久一點 蛋生蛋嘛 所以蛋生蛋才是中 如果你可以做到蛋生蛋 就會變怎麼樣 你有滿山滿谷的雞啦 就不用怕蛋荒了嘛 這100多隻雞 每天都在生蛋 你吃都吃不完囉 所以這是巴菲特養的雞 對 巴菲特就這樣子啊 它現在已經吃不完囉 你現在賺了錢 你可能花兩個月 花三個月就花完了 對 巴菲特現在賺的錢 每一個月 每一年配的股息 它花好幾十年才花的完 是 所以說 你要看得越遠 你的果實怎麼樣 就會越多 但你說你要看30年 實在太遠了啦 那你不要看三年 就看三個月嘛 或看三個禮拜嘛 對不對 說我們來看 給大家看說 事實上外資怎麼樣 它看了也不是看明天啊 對 像最近怎麼樣 哎呦 小外資 我們之前有講外資的部位 事實上外資的部位 這是外資的部位 也一直在增加哦 是 但是大家覺得 哇這是玩真來玩假的 對不對 那扣掉五大特定的小外資 也是一直在增加 哦 小外資還蠻明顯的 對啊 扣掉五大特定 小外資 多蛋已經超過一萬口了 這算是很高的水位了 但是機器看多 他現在長到這裡 他覺得 這邊又有機器線反壓 前面又有高電反壓 一堆反壓 那小外資沒有在看著反壓的啦 對 小外資跟我們看的一樣哦 他就認為說 這個兩個缺口怎麼樣 哎呦 可能會被回補哦 所以你還是要再度提醒大家 這個兩個缺口 回補的機會 很高 不然我小外資為什麼要壓這麼重 對不對 他就是低定賭說 中美貿易怎麼樣 會越來越好 整個 偏多的情況會越來越遠 但是 小外資 因為氣候做比較短嘛 因為下個月 下禮拜三就結算了 所以要做比較短 但是如果是股票的話 就可以看比較遠哦 所以我們來看外資的 股票的部位 他怎麼做 最近的外資的現貨 買了82億 賣9億 又買了120億 又買7億 今天又買了55億哦 所以明顯他越買越多 但重點是借券 減少3萬張 減少1.6 減少1.5 減少3.7萬張 外資的借券怎麼樣 已經創下波段的新低啦 一直在還了 空單一直補 那他不相信這邊會跌到8000 跌到7000嗎 為什麼空單一直補 到這個地方呢 還在補 還在補 為什麼 他可能看很遠哦 可能看到這裡來囉 是 可能全球會有一個什麼 超大的逃命波哦 逃命波 美股搞不好過高 然後呢 台股有機會來挑戰前波的高點 當然 中間會是什麼震盪 不知道 但是他們眼光很遠嘛 是 眼光很遠就不會care 短線的這些震盪 所以眼光還是要找適合自己的啦 所以我們說 我們看最近外資怎麼樣 搶著回補空單的 我們剛才講的 空單都在回補哦 對 要回補什麼標的 那我給一個新的選果方法 就是說 昨天 空單強烈回補的 誰要強烈回補就是過去10天 回補的最大張數呢 都沒有昨天多 昨天是創10天來 最高的啦 是 比如說像友達 昨天空單一口氣補了 13000多張 對 過去10天才補了5000張哦 就要一口氣補了快兩倍多哦 那我們先找一檔 回補最兇的 所以看張數不多 因為他單價高嘛 是 回補了200多張哦 那現在這個地方 到底為什麼可以 讓他把空單回補 他看到什麼了 看到什麼 我們來看技術線 你就會知道說 哎呦 他看的可能很遠很遠哦 我們先看 他的月線 死亡交叉以後 他就開始做空啦 然後賣股票啦 對不對 哎呦 看多遠 因為中空行情就一直修正 然後這個綠色 我用粗一點就知道 這邊都是空方行情 是 然後這邊一直疊 一直疊 到最近看 哎呦 這個綠色站上來了哦 綠色是什麼 綠色就是月線 這個紫色的就是 季線所以現在已經變成 中多行情了 中多行情突破 然後回撤 回撤季線 又往上 又要不要補空單 要補哦 對不對 而且你看哦 他是搶工5G商機 也在CES站哦 所以你看 他到底可以看這麼遠 還是看這麼遠 還是看這麼遠 重點不是他看多遠 重點是投資朋友 你自己看多遠 你看這裡這裡 這裡都可以 但是練習怎麼樣 看遠一點 雞蛋才會比較多啦 是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大家看見 我們會聰明 觀看 就算了 總算有 發展 你看看 你們會的 我們會的 又變 很討厭 我們會的 我們會的 我會的